這部分我們要講關於電腸的計算公式 電腸的電腸的電腸 這些公式用來計算 我們要學兩種特別的情況 第一種叫做on source 即是一個帶電粒子 因為帶電粒子是一點的 在它周圍的空間就會形成一個電腸 我們想知道的是 離開帶電粒子的距離 電腸應該是和空間有關的 即是電腸的強度 我們想知道離開帶電粒子 某一個距離R 電腸的位置 電腸的公式是怎樣計算 電腸的意思是 這個帶電粒子大Q 形成了一個電腸 在這個空間 這個空間我怎麼知道電腸的存在呢 如果有另一個帶電粒子進入大Q的電腸 這個帶電粒子小Q 我們叫做一個測試電腸 它就會受力了 OK 其實這個是基於Coulomb's law 兩個帶電粒子互相影響 用Coulomb's law計算出來 這個就是電腸的力量 大Q小Q 除R² 再乘下一個Constant 多點Constant 其實我們主要知道 其實有Constant 我們在上一節 討論關於電腸方向的問題 電腸方向的問題 電腸方向的定義 就是 以一個Positive test charge 就是這個小Q 是Positive charge 它所受力的方向 就定為電腸方向 所以如果大Q是Positive 那個方向應該指出去了 Repulsion 如果大Q是Negative charge 那個Electric field應該指向裡面 因為是Attraction OK 好 這個方向就是我們上一節討論的問題 這一節我們想看的就是 計算公式 計算公式 這個是Coulomb's law 但是Coulomb's law是計算一個Force Electric field是什麼意思 是Force to Unit Charge 這個是基本定義 是電腸的基本定義 Force to Unit Charge 無論電腸是由什麼類型的物體形成 電腸強度的計算公式一定是這樣 OK Force to Unit Charge 就是每單位電腸 有一個小Q 當它在這個電腸裡面 如果它受力是F 這個電腸在這個位置 在小Q所在的位置 的強度 定為F over Q 其實它的重點是比例 其實它的重點是比例 對嗎 如果小Q是它的電腸多些 受力力就會大些 電腸少些 受力力就會少些 同一位置 應該有一個單一的電腸值 所以E在某一個特定位置 應該是一個Constant Value 這個就是電腸的概念 只不過在這一部分 我們去探討一些特殊物件 所形成的電腸 它的計算公式 第一種就是一個帶點粒子 或者簡稱為Point Source 如果由這條公式 擺入這個定義 去計算一個Point Source 在距離R 的Electric Field 就是這條性 其實就是沒有了小Q 就是一個Constant 成大Q除R Squared 換句話說 是距離平方反比 距離平方反比 即是這樣 譬如在某個距離 第一 這個是Point Source 那個Electric Field 是EO的話 那麼強的 Double的距離 因為距離平方反比 電腸變了EO over 4 三倍距離的時候 是EO over 9 那麼你看到 其實是跟距離有關的 如果我們畫 以一個方圓的距離 OK 即是以一個距離 畫一個圓 在這個圓上面 基本上 因為距離相等 在這個圓上面 每一點 那個Electric Field 的Magnetal 應該都是一樣的 OK 同樣在這個圓上面 每一點都是EO over 4 在這個圓上面 這個圓上面 這個圓是3 每半更大的 在這個圓上面 每一點 Electric Field 都是EO over 9 OK 說正確一點 其實不是圓 因為現在我們 將它畫成平面圖 實際情況 是一個立體的情況 應該是一個Sphere 對不對 在一個球面上面 這個球 的半徑是RO 在這個球面上面 每一點的Electric Field 都是這個值 當這個球的半徑是Double 在這個球面上面 每一點的Electric Field 就會剩下4分 如果這個球再大一點 是原來半徑的3倍 在這個球面上面 每一點的Electric Field 就會是原來的 值的9分1 OK 平方反比的完美 所以如果你畫成圖表 將Electric Field 和距離畫成圖表 應該會是這樣 是不是 急降的 降得很急 在這條曲線 降得越來越 越多 降得越來越多 換句話說 就是說 當它越大的時候 當它越大的時候 它越接近 是0 去到無限遠 就趨近 好 那我們 我們 看看哪些例子 第12 OK 有一個Point Charge 這個 現在 有一個格子圖 它會告訴我們 Electric Field String Electric Field String OK 我們重溫一次 這個String 這個字 有時候可以散 也可以 Electric Field 其實就是Electric Field String D 長強度 如果是X Y 這兩點 OK X 和Y 就給了我們 現在 我們要求 A點 Electric Field String 和B點 Electric Field String OK 給了這些格子 我們 其實 主要就是 讓我們 懂得 用這個 平方反比 的原理 距離 平方反比 好 首先 A點 如何 我們要找回 這個距離 如果我們用一個格子 用一個格子 作為一個單位 就是這樣一個單位 那這個呢 用來 Megro Spherum 對不對 用來 Megro Spherum 我們 不用了 A點 和Y點 其實是等它 等它 UQ 如果距離一樣 是由同一個Source 的電場 的話 是不是應該 電場 應該相等 應該都是72 OK EA 應該是EY 都是72 電場的單位 OK 可能在同行 記得了 因為電場的定義 就是每單位電話 會受幾大的力量 電話單位 電話單位 是Kulomb 所以是N·Kulomb OK 好了 B那裡 就是用一些數學 需要用 Ti-Figure Spherum 看看這裡 這個位置 或者其實可以這樣看 因為 E等於Q 除4Ni R2 4Ni 是Constant Q Q 也就是Constant 換句話 在某一個位置 R 那個電場 如果是E E和R 的二次方 相成 應該是Constant 或者這樣說 E 反對於R 平方 好了 B那點 我們都想求 A點的電場 至於我知道 B點的距離 R 就是RB 二次方 為什麼等於 X來的 X的電場 和X的距離 X的電場 X的電場 應該是360 應該360 應該是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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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R B 用Py-Figure Spherum 其實我們不需要計算RB 我們要計算RB 要計算RB Square 對嗎 對嗎 這裡 這裡 這裡是1 這裡是3 那麼 Py-Figure Spherum 我開放10 對嗎 但我們要Square 就變成10 10乘EB 等於RX RX X離開Q的距離 就是1格 所以1 1Xquare 就是1 所以EB 應該是EX 除10 對嗎 就是360 除10 所以36 Nc 這條例子 主要 就是 運用 這個距離 並方 反比 這個距離 這條公式 剛才你說的公式 其實嚴格來說 是用在一個 Point Source 就是一個大件粒子 一個Constant 乘Q 除R 就是R 這個位置的電場 記住我們 Megative 兩個方向 就是 用電場方向的定義去想 好了 這條公式 嚴格是用在 大件粒子 但是 其實可以將它延伸到 一個球體的情況 如果有球體 是 有一個均勻的 變化分佈的 簡單來說 就譬如 一個Conducker 有均勻的變化分佈 有一個球體 我們就可以將它的電話 體情集中在中心 因為在一個球體 特別在一個金屬球體 當你太熱的時候 那電話 應該是散到在那邊 OK 如果你要用這條公式 我們是計算在這個 球以外的一個位置 的電場 我們就把這個球的所有電話 體情集中在它的Center 來計算 那跟著那些計算 跟之前那些是一樣的 OK 但是你記住 這個公式只是 在這個球以外的位置有效 在這個球以內 就不用這個公式了 不可以用這個公式 好 有時可能 在這個空間上 電場 可能是由很多大電粒子 同時影響 空間 就是 Q1的電場 Q2的電場 Q3的電場 都會有電場 他們放在一起的時候 令到這個空間複雜了 那這個電場的計算 其實呢 是很簡單的 我們呢 就是用 當 即是 独合去看 Q1 在E這點的電場 我們先找到 E1 方向就是這樣 對不對 因為 Q1 如果是Hospital charge 電場方向 應該指出來 好了 Q2 所產生的電場 應該是這樣 Q3 應該是這樣 但是因為他們的方向不同 那條公式呢 都是 都是用剛才那條公式 因為大家都是方差 即是說 你只需要知道這個距離 知道這個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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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計算 這幾個 這幾個電場的大小 還有一個 Q4 Q4是 negative 所以電場應該是 attractive 向著自己 那 最後 問題是 這個位置 P 那個電場 應該是幾大 那 這個方法 其實就是 當它們是 即是 很多的force 的vector 幾個force 的vector 我們找個result能解 即是用回 第七課 那些力學的概念 additional forces OK 將它們加進去 不可以就這樣數值加 因為有方向 不可以 還有一個例子 書裡面還有一個例子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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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裏我已經跳了 那 可以自己看 我們看看這樣的情況 在一個 square 的分部 在四角角落頭 有四角角落頭 有四角角落頭 有三角角落頭 有三角角落頭 有四角角落頭 有三角角落頭 如果它的變長應該是這樣 OK 應該是指出來 因為它是positive charge 因爲它是positive charge 做各彎 左角角 因為它是positive charge 電場應該是指量右下角 對不對? 第三個 右下角那個 因為它是negative charge 在這個位置的電場應該指量它自己 有沒有混亂? 記住電場方向的定義就是指 如果我放一個正電粒子在這裡做一個測試電話 這個正電粒子會向哪個方向動? 會向哪個方向受力? 就是在這個位置的電場方向 所以呢 由於第一顆大電粒子所產生的電場 我放一個正電測試粒子在這裡 會讓它產生repulsion 會被repel出來 所以呢 這個 這個point source 在這個位置的電場方向應該是這樣的 你看看 如此類類 這個應該是指下來了 指到左下角 這個是第三 是attraction來的 應該指到自己 對嗎? 這個第四 這個呢 它也是positive charger 所以是repulsion 就是指上去 好奇 那跟著呢 我們就看 因為呢 大家的那個電荷的manity是相等的 指 那是有些正的負 電荷manity是相等的 距離又是相等的 對不對? 因為這個square 所以呢 看回那個電場公式裡面 Constant乘Q OverarmSquid 那個Q的factor 大家是一樣的 我們現在計算那個manity 那個R的factor 也一樣 換句話 這些字序呢 的manity 的長短 應該一樣的 所以這兩支字序 是不是會cancel OK Operative direction 就cancel out 剩下呢 兩個相同方向的 就會互相交平 reinforce 所以最後的resultant 應該是在這裡 OK 這個就是resultant OK bottom right 對不對 這個呢 要我們 告訴我們 就是這樣計算那個 這個方向 如果我們要計算那個manity 那要怎麼做呢 可能呢 就會給我們一個square的長度 我們 對吧 給我們一個square的長度 那我們就要計算這個長度 用pilegrous sphere 最後呢 當這個是Hallon 最後那個resultant electric field 應該就是 就是 這兩個加起來 對吧 而每一個 應該等於幾多 等於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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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4tine hexinon or r square 這個 對吧 那跟著 將它乘回2 應該就是resultant 明白了 你的感覺吧